《道德经》第27章 老子说 善行无遮际 善言无辖辙 善术不用筹策 善毙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结无神约而不可解 这叫无善 第一个是善行 第二个善言 第三个善术 第四个善毙 第五个善结 这五个是我们用来救人救物的 五个善行 五个善德 我们来看看善行是什么意思 善行就是善于做事的人 行是行事 善是善于 善于做事情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一定是以简欲凡 把很繁琐的事情弄得很简单 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不留任何痕迹 不留任何后遗症 那善言呢 善言并不是教你巧言善辩会说话 不是这样的 因为老子不鼓励人家多说话 言多必失嘛 老子所说的善言就是很谨慎说话的人 不会留下任何的毛病 让人家去指责 一个人你要发乎真心 你要讲合乎天理的话 你没有任何把柄 没有任何毛病 让人家有机会 指指点点 说你胡说八道 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修的 善术不用筹策 那筹策是什么呢 筹是筹码 策是计算的工具 一个很会计算的人 他根本就不用计算机 他连算盘也不用 因为他心中有数 善臂无关键而不开 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门上的那个木条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门栓 真正会关的人 他是不用任何机关 不用任何门栓 可是你就是打不开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把他绑起来 用绳子把他接得老一点 你以为扎实了 但是人家一刀 就把绳索给砍掉了 一个真正善于捆绑的人 他是不用绳子的 那用什么接呢 心结啊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 圣人了不起 了不起在什么地方 他只会救人 他不会去抛弃人 圣人常常去救人 他什么人都救 所以他没有弃人 没有弃人 那就是一视同仁 老子告诉你 是以圣人 常善救人 故弃人 常善救物 故弃物 然后是为习明 习就是承习 明就是常道 一种承习常道的表现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明明之中 暗和天道 其实任何东西 只要冥冥中 暗和天道 这就叫习明 再说的通俗一点的话 就是 平良性 你平良性 无私无我 你就能够习明了 习明就是 知常道 而对于道来说 人无善恶好坏之分 无高低贵贱之别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还是常常会看到 有善人 也有不善之人 那么老子是如何分析 善人与不善之人的呢 下面这两句话 非常有趣的 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 善人之姿 什么意思呢 老子也没办法 所以勉强把人 分成了善人和不善之人 那不善之人就是你 不是善人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你善人有什么了不起 你善人是那些不善之人的老师榜样 如此而已 这就是老子讲的 圣人不能标榜自己是圣人 你做好事 不能标榜 我在做好事 你救人 不能标榜说 幸好我救了你一命 这样不可以 所以老板不可以跟伙计讲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这个话是不成立的 你要对他好 是你的事情 他要怎么样 那是他的事情 个人自作自受嘛 这才符合天道 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 但是是他自己决定的 不是由你决定的 而不善人呢 是善人之资 资是什么 资助 帮助 就是你能发挥你善的对象 一个人很想行善 很想施舍 你手上拿一把钞票 谁都不要的时候 你拿这些钞票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还要谢谢 有这么多的乞丐 你的钞票 才有出路啊 要不然 你拿了半天没人要 你不也是很难受吗 你要有这样的心胸 所以这两句话 是很不容易体会的 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啊 不贵其师 不爱其自 虽至大迷 视为药妙 这是非常微妙的道理 你看现在的主流媒体也好 自媒体也好 很小的一件事情 非要扩大宣传 搞得是满城风雨 你就当他没事一样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不就没事了吗 虽至大迷 虽然你是有知识的 但是你是大迷糊 你把那些报道出来干什么 你不报道 只有少数人知道 他没事 你一报道 所有的人都会说 啊原来可以这样做啊 他也就跟着去做了 视为药妙 这就叫药妙 药妙就是很精微 很微妙的道理 难道你都不懂吗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说 中国人只会说 好听的话 不讲坏的话 不诚实 其实不然 我们要 意恶 扬善 不是说把坏的遮蔽起来 而是在暗中把它处理掉 化解掉 好的 我们就要把它宣扬出去 作为大家模仿的对象 有一本书叫做 丑陋的中国人 非常的光谬 你看不起自己 你做见自己人 你认为自己人都是丑陋的 那我问你 你不是中国人吗 你不丑陋吗 这种人是最可恶的 老子认为人没有权利去分谁好谁坏 没有权利去标榜自己 人不应该说 我就是比你好 其实你比人家好 是有很多很多原因的 不只是你所了解的那些原因 有太多的原因了 一般人是绝对想不通的 老子 因为他是研究天道的 从天的角度来看 万物是奇的 就像现在我们在卫星上面看地球一样 有不齐的吗 那个高度不一样 一点点而已 因此他下面就要告诉我们 大道为什么没有分 所以下一章 我们就要看大道无分的要质 下期见